疾難紓困的整個在申請流程當中的鷹背文件 第一個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要帶的東西大概很簡單 第一個 帶一下主要申請人的身份證 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這整個疾難紓困的幾個條件 第一個 你必須是原來有工作 因為疫情來導致你的工作量減少 所以你的收入減少或甚至無法從事工作 第二個就是你必須是沒有具有工 軍 勞 農 保這樣的資格 第三個就是因為我們這是家戶的疾難紓困 所以也必須要去計算家戶裡面的 所謂的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的狀況 另外因為因疫情 政府已經舉辦了相當多的 推動了相當多的措施 所以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之下 我們必須去做一些跟各部會已經推動的措施 做一個互相排除的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因此在剛剛所報告這幾個條件之下 就會需要大家帶這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你原來有工作 那因為疫情生計受影響 你生活受困 那如果說大家可以拿到證明 那當然最好 如果萬一你無法去做證明的時候 其實可以先到區公所去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你原來做的事情的一個工作事項的一個 檢要的一個摘述 那或者是你接著可以簽那個切解書 那這個摘述的方式怎麼樣去摘述 怎麼去描述你的工作狀態 我們等一下在後頭有一張會做一張範例 要跟大家仔細的解說 那第二個大家必須要帶的就是所謂的 全戶的人口存責 或者是內業的營本 那這個大家也知道 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是指1月到4月的收入的狀況 所以必須要大家從拿到的這個存責 能夠證明你的在1月到4月的這個收入的狀況 那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們也有所謂的存款的額度的一個扣底 所以當然也會需要大家提供我們所謂的存責 那這個存責要以4月底以前的這個存責的狀況 來做證明 但是其實大家也不用緊張 就是說如果萬一真的不方便帶齊所有的存責 或者是你也一時無法背齊所有的存責 那其實也可以不用付 而是交由政府來幫你查查 那第三個就是說 剛剛也講說你不能 就是如果參加工軍勞農保的人 他另外有其他政府的一個幫助 所以你怎麼樣證明你沒有具有這樣的保險身份 那這個也沒關係 這個政府也都能夠幫你來查查 那在剛剛講第二點跟第三點的這個地方 政府幫你查查實際上就是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既有的叫做弱勢的這個依關懷的一個系統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幫你查查 只是說這個查查的動作時間上可能會需要 我們也儘速但是大致應該還會需要一兩個一個工作天的一個時間 那第四個就是要帶的東西就是說怎麼樣證明 剛剛講說沒有其他政府相關單位的一個補助 那可能民眾會覺得這個好像也很難證明 所以沒關係這個我們也會去嫁接 比如說跟勞動部跟農委會跟交通部等等 他們已經有提供各種紓困補助的時候 我們會主動的幫民眾去做一些資料上 跟各部會做資料上的一個一個假接查查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也不用太擔心這個證明 無法來減負 提問有關於紓困民眾他的補貼金額在金融機構被查扣 按照我們這個防疫紓困振興的特別條例的規定 我們所補助的金額不得作為抵押扣押等等這個標的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申請的過程中 勞工的這些紓困的金額 我們在申請表都有註記 您可以用匯款得到這筆金額 也可以申請現金支票 就是到銀行就可以領現金了 但是他現在不剩 我們瞭解之後也有少數的民眾 他的這個金融機構帳戶被查扣 那我們瞭解以後 我們都給當地的這些金融機構 給他正式公文 他都解扣了 所以他們都會還給他們當事人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兩個比較不一樣的工作場域裡面的 身上朋友的勞工 我們的協助措施是什麼 第一個是有關這個視障者 有關視障者從事按摩工作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其實按摩業是晉升產業 它也是在這一次疫情影響裡面衝擊很大的 那再加上我們也知道說其實有多數的中重度的視障者 他是從事按摩工作 所以一開始我們其實就有 應該給予他什麼樣子的協助 那我們現在對於在職業工會家寶 沒有受一定雇主雇用 有按摩技術試證或職業許可證的這一群人 我們給他每個月1.5萬 一次發給3個月4.5萬的這個工作補貼的部分 當然他可能簽錢已經先領過了 因為他有一些經濟上的需求 已經領過自營作業者3萬的 我們就做一些差額的補貼 那目前我們掌握的人數呢 基本上就是2387人都會在各地的勞工 行政主管機關我們有四張按摩輔導員 可以來做一些協助 PU工廠的部分 國內現在目前是有148家的PU工廠 有1962個PU學員在這裡面工作 那他們35%是餐飲業 31%是服務業 那餐飲業其實也是在這一波疫情裡面 受到衝擊影響的 那過去現行 其實他們的一些相關專業人士費用 行政費用 政府都有提供補助包含資金 只是說在經營成本上 相對負擔比較重的還是租金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有在加碼補助 他們的租金 每個月是4萬塊 補助6個月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新成立的 兩內新成立的這個PU工廠 從共這一段時間下來 我們會補助到48萬元的這個租金給他 那PU工廠的這個經營 跟這個PU學員的這個協助 其實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剛剛就如同政委提到了 因為如果母親節快到了 你需要購買一些禮盒 那PU工廠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PU工廠也做了非常多的防疫物資 比如說手工罩 口罩等等 在我們相關的這一些粉絲頁 我們有一個尋找真心良品 那鼓勵大家拜託媒體幫忙 可以支持採購PU工廠 講得示都請進 nu 擅製